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下潜的过程中 我的设备出现了故障 于是我一边下潜 一边尝试修复设备故障 而这一行为让我错过了体内压力平衡调节的最佳时点 气息紊乱和耳压造成的不适感 是导致我身体发生状况的原因之一 提示 千万不要认为水下摄影是一件轻松的任务 因为摄影需要保持极度的专注 这对于经验不足的潜水员来说 很容易造成气息紊乱 一定要量力而行 安全第一 摄影第二 挑战二 从这步通往水下深渊电梯出来之后 迎接你的是一片醉人的深蓝 你发现自己完全被深蓝包裹 就好像戴上了一副深蓝色磨砂的隐形眼镜 从一个狭窄的有包裹感的通道 突然进入一个开阔的无保护的深蓝世界 这会引起视觉的眩晕和方向感迷失 进而引起心理上紧张和恐慌 因为蓝洞在疫情之前是最繁忙的潜水点 所以你可以在水下看到很多潜水员 有了这些潜水员作为参照物 你就不会觉得孤单和恐慌 但我第二次去蓝洞潜水时正值疫情期间 当时只有我的前伴阿里和我在蓝洞的水下 而阿里离我已有十米远的距离 突然被炫目的深蓝色包裹 缺乏其他潜水员作为参照物 以及前半距离过远 让我心里顿觉恐慌 挑战三 三十米是高级公开水域潜水员 允许抵达的极限安全深度 当你从中林隧道进入蓝洞外公海的时候 已经是三十米的深度 你的右侧是一面垂直陡峭的崖壁 直插到一千米深的海底 蓝洞附近海域 水下能见度有100米左右 这就相当于你 站在33层摩天大楼顶层的玻璃地板上 向下俯瞰 很多习惯了 在一眼渴望见海底的珊瑚礁潜水的潜水员 面对着深渊一样的海底 会感受到恐高症 引起的腿软和内心恐慌 被深蓝包裹的眩晕感和恐高症 引起的紧张相互交织 让本来就气息紊乱的我 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当时我的前伴阿里 还没有发现我出现了不适的状况 我的潜水手表已经提示我的深度超限 当时我坠到了34米的深度 心里的恐慌让我想紧急上浮 快速地逃离水下 但是我已在30米的水下 没有时间上浮到水面 去解决呼吸不适的问题 我自己尝试用深呼吸来调整气息紊乱的状况 但恐高和水下孤单造成的心理恐慌 导致我呼吸短促而窘迫 幸好阿里及时来到了我的身边 示意我抓住他的胳膊 闭上眼睛做深呼吸 曾有那么一刻 我感到自己的心脏已经到了极限 无论怎么努力 呼吸都越来越短促和窘迫 已经濒临昏迷的边缘 幸运的是 最终求生的意志力 战胜了心里的恐慌 呼吸窘迫的问题 逐渐得到了缓解 那种感觉就好像电影里 被怪物追杀的主人公 在持续用力按着似乎接触不言的逃生门按钮 就在怪物要将主人公吞噬的一刹那 门开了 主人公得以逃生 这是我目前为止 最接近死亡的一次体验 但正是因为这次意外 让我对蓝洞 水下世界的景象 产生了与其他潜水员截然不同的观察视角 虽然事后 我仍会感到一丝后怕 但更多的还是心有不甘 对比两次蓝洞潜水截然不同的表现 除了水下相机的因素外 更多的还是心理因素作祟 我不希望自己生活在内心 对深蓝恐惧的阴影之下 于是我决定第三次前往蓝洞 继续完成我的水下拍摄计划 并在心理上彻底征服 这抹致命的深邃之蓝 是否能内心 duty 今天这么有限 MINUTE 是否所留下的 受捕便宜 д会 bukan 如果是这愿洞 请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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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eri